这一棵可是好东西 它的名字叫甜漆 对于各种跌打或者意识 都可以用它的 甜漆就是熟来的 不是用它的熟 用它的熟 把鸡肉 效果非常好 大家认识一下 它的业绩 它的纹路非常的特别 中间一种颜色 这两边有一点白白的 但这层不是回来的 再看一下它的背部 它的背部有一层软软的毛毛 它的背部还是几下的 甜漆你们要认识吗 再看一下 它的树鸡 树鸡 这树鸡也讲一层妈妈 下面 把它准备拉一点回去煲烫 Bake在外面ING趾菜 要把它切成小份上去 甚至更珠玉米 不要取得太小和 不然流石 Αndài Oswald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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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一顆一顆的就是 很甜小 這一顆 剛剛講的還沒有有多久 所以又甜起來比較小 現在頭部還長出來 一種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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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顆不錯 一種花朵 四架 一種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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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大得到这一边 我还以为没在这大田去 没想到这一头 让它继续成长 没想到花这一口就收获了这么多 应该有三两到四两左右吧 这种田区还要细干货的话 在市场上应该最少都要八百块钱一斤吧 干货的话 之前我也有去肉店买过 这一块好像就这里这么多 卖它挺贵的 这种田区主要就是用它包主要可以去医生 这些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